哎哥,那我在这儿住,那你怎么办呀? 哎,没事,你不用担心我,我不跟这儿住,你放检 我出去旅游,我就玩一下,正好儿子三个戏 要不咱俩住一个屋也挺不方便的 你白住住也得没事 嗯,那我肯定要尽快挣钱,然后把 哎呀,哎呀,没事,没事,没事,你就跟这儿住了 你去看看门呗 谁呀 哎,肯定是我前女友,我给她电话,微信啥都拉黑了 我不想看你,你去吧 我不敢去 哎,你去吧,没事,我跟后边看,你帮我按门 你去吧,你看 哥,这不行啊 哎呀,你快去吧,没事,旅游去了,别忘了 谁,谁呀 你好,快点了 他,他出去旅游了 他出去旅游了 啊,他说他想三个行李,出去旅游 啊,他跟我一起放水不少 那,我们家人的微信,他会在哪儿 你不知道,家,家我的吗 家我的呀 哎呀,家人的微信干啥,跟人有啥关系 你不说就有了 好,我马上走,我晚上的火车 哎,别跟这儿说了,那个 你先回这个 咱俩之前还有啥好说的吗 咱俩每次吵架之后,然后再说好啊 不都跟以前一样 那我这回改不就完事了吗 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有句话叫狗改不了吃吃 你不是狗,我也不是吃 咱俩就别这样,行吗 你先把微信夹过 到了,出去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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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到这儿,我上次拿东西 然后我要走了 你也别打扰他 跟人家一啥关系都没有,行吗 不是 一六分斤 你家不来我一定在这儿等你 你等吧 你旺福时跟我有啥关系 你知道吗 他,他在你家吗 那,旺福呢吧 我不知道他干啥 那个,那你就在这儿好好住吧 然后我拿,把手机跟摄像镜拿着 我就走 那他要是再来的话,怎么发现 应该不能再来了吧 没事,你再来,你跟我打电话 嗯 拜拜 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 不是为你下来的 我要去火车站了 我正要去旅游了 我俩一起走到门口了 走 我俩在一起一年 这应该是 最后一段路了吧 走啊 你去哪儿啊 一会儿 我跟你一起去 去哪儿 去火车站 别了吧 火车站没有你票 我旁边也没有你累的 是不是就有这可能 有可能打动这铁石心肠的人 你只要是 不要乱想 我先走 机会